县府召开南投县中东呼吸症候群冠状病毒感染症第一次跨基础会议 共有来自福利卫生部、部立南投医院及县府各单位代表起居一堂 卫生局报告时指出,MERS疫情在南韩发烧 目前已有11件确诊病例,三人不治,与千人被隔离 呼吁民众从疫区回国后,时事天内要做好自我健康管理 若有发烧或即兴呼吸道症状,应戴上口罩、尽速就医或拨打防疫专线 1922寻求协助与通报 陈副县长表示,相关单位应做好防疫准备 可透过研练方式,增进投论应对能力 同时要加强宣导,让民众了解最新疫情、自我管理及如何防疫 各局处应共同努力,做好防疫准备 低线同仁、医疗院所、诊所等也要提高警觉 希望门事不要发生 今天跨局处会议我们特别要求疾病管自己的 一个我们林所人以及南投医院的药医师 来给我们相关多的一个专业的指导 那在前者分工方面,我们今天也切立了 甚至于在人联联系方面,我们也做了相当多的一个安排 那另外有关于未来可能面对第一线的小冯弟兄 我们今天也特别讨论 甚至于要他们在相关的自治管理方面 有做了相当多的指示 也希望在6月9号在南投医院的NN里面 提醒我们的小冯弟兄 未来在面对这项疫情的时候怎么去引领 建福表示 至于去入境的民众,若出现发烧 会有急性呼吸道症状,应主动通报 返国14天内,若出现呼吸道症状 会有发烧症状,应佩戴口罩、金属就医治疗 并主动告知医护人员旅游室 医生也需加强询问患者的旅游室与生活习惯等 相关疫情消息可上 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查询